早餐 有時真的很想吃一頓渣食物 不管是否熱氣 就是想那一刻咬下去的那種香脆快感 因為除了很好吃之外 那份味道也包含著一份容後的回憶 別看一隻炸雞腿這麼簡單 其實要做得好吃 是要花很多功夫的 就先把雞腿熔雪抹乾後 用刀把表面的肉慢慢割開 我們不是把整個雞腿切骨 貼著皮的骨是繼續煉煮雞肉的 但厚身的肉就盡量削平 醃肉的時候就會入味 炸的也容易熟 所以我們會保留 它們的勁和衣 切絲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好好利用它們的皮 其他就可以隨便切條就可以了 其他就可以隨便切條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隨便用用正的洋蔥 殘殘的乾乾都沒問題 切絲就可以了 蒜都是一樣 我們連衣也可以要買 其餘的就切碎 調味方面 我們有生抽 鹽 糖 還有鮮醬油 其實什麼品牌都無所謂 還有五香粉 這個調味就重要了 少許胡椒粉 用手大力搓勻 甚至乎拿出蔬菜的汁液 這些汁液就會形成酵素 加入調味料的味道 就是令雞腿鬆軟彈牙的原因 所以連剩下的蔬菜 甚至他們的皮 我們都可以好好利用 接著我們就加入麵粉和生粉 還有雞蛋 這樣就是幫雞腿敷層厚厚的面膜 雞蛋也可以令雞腿炸起來更加金黃 混合後 包好 放入雪櫃雪一晚 第二天你用之前就可以拿出來 將所有的蔬菜抹走 這個時候 如果你覺得雞腿過濕不夠粉 的話 你就可以看情況加點麵粉 看到一些粉漿 薄薄地蓋過雞腿就可以了 油溫都很講究 最好就是達到140至150度之間 就可以放入炸 如果你沒有溫度計 你也可以放一兩條醃過肉的菜絲 如果立即熟起 即是表示溫度已經足夠了 放了雞腿之後 用中慢火炸雞 千萬不要太大火 總之需要有足夠的溫度 炸熟雞肉和雞骨 手側很容易表面只有孔子 但裡面就未熟了 我們首先就是炸五分鐘 之後拿出來 等雞腿休息兩分鐘 這樣做法會令到雞腿的表面 更香脆和金黃 接著就是用相同的油溫再炸五分鐘 其間油溫過熱 就要加慢一點火力 整個過程大概十二分鐘 就可以拿出雞腿了 有多美麗 不如讓大家看看 再慢慢吃 那麽油溫就好 這麽油溫都會沒有 對卡 在這麽油溫就好 三分之久 可以吃完 風的汁 雞腿真是外脆乳汁 質感真是淋滑之中帶彈牙 這個真正的美食 當然是一大隻大口大口咬 還快點做給家人一起分享 我和姐姐的童年是過得很幸福的 爸爸媽媽會在星期日留下一些美味的記憶給我們 我記得每年大概入秋的時候 爸爸媽媽會帶我們去太平山頂玩 小朋友放完第一率最重要是醫套 我之前和大家也說過 我住在北角的繼園街 繼園街落落到七姊妹道 七姊妹道的健威花園有一間很大的酒樓 那間酒樓的尾部其實是一間他們的快餐廳 那間快餐廳專門賣燒味炒粉麵飯 但最重要是他們有山楂雞腿 因為可能真的很餓 所以當時我記得大雞腿又香又脆 金黃色又入味 咬下去很juicy熱辣辣 到現在我都流口水 但最好吃的是蓮茄汁 山楂雞腿不蓮茄汁哪好吃 原來要做到這麼好味 肉質那麼鮮鮮 原來是有很多秘訣 就不是就這樣山楂的簡單 今次我得到大師的教爐 將它當年的秘方教了給我 我可以跟大家回到小時候 將一個經典的山楂雞腿帶給大家 快登場 讓大家 感谢观看